小米集团1810近期反复沉底,于周一曾做出14.38元的52周低位。 为官乎昨日的调整市中,该股却现不足的抗跌力,反映抛售似有逐步舒缓的迹象。 据外媒报导指,小米即将在本月中举办发布会,面向全球市场出最新一代小米二系列旗艰产品。 配合集团正执行高端化战略,要有助推高其手机收入,在股价以大幅调整下,不妨考虑部署作中线建仓。 根据集团2021年第三季业绩显示,公司全球手机出货量4390万部。 排第三,市占率13.5%。市场调查研究机构Canales数据指,2021年第四季内地出货量1350万部。 增长10%。市占率16%。是苹果之外出货量唯一按贵上升的手机厂商。分析指因小米新旗艰产品上市热度拉升所致。 值得一提的事。小米在去年中曾在全球出货量排名超越苹果。 一度升上第二,但苹果在第四季发布新机后,出货量大增。 苹果全年市占率重夺第二位。小米排第三,第一名为三星。 而且在第四季。苹果在内地的市占率也达23%。創新高。 为六年以来首次成为内地出货最多的智能手机品牌。 同期小米的市占率只有13%。 排行第五,尽管集团手机市占率上升势头预佐。 为管理层对前景仍抱有信心。 小米董事长兼执行长雷军于2月8日发文指出。 集团从当日开始,正式成立高端化战略工作组。 在三年手机销量全球第一战略牵引下。 清晰高端化战略目标,产品和体验要全面对标,即对比标杆爪差距,iPhone。 三年内拿下内地生产高阶手机市占率第一。 小米除了企透过走高端化,在手机市场重振声威,公司对股价走低也表达关注,以多次在市场回购。 无疑似乎效果并不明显,股价依然沉底,但其过往较高估值已趋合理。 则是其值得留意之处。 事实上,小米预测市盈率约10倍,市涨率2.53倍,在同业中并不贵。 可后股价亦使有势跟进。 上网目标为上月中高位阻力的16.5元。 唯以失守52周低位的14.38元则止舍。 美团3690在昨日大跌市中的表现较突出。 收报176.4元。 升百分之1.73。 为升幅较大的权重大蓝丑。 若继续看好该股后市表现。 可留意美团国均扣轮23663。 23663作收0.079元。 其余今年6月27日最后买卖。 行使价230,2元。 兑换率为0.01。 现时日价34.98%。 引申波幅56.76。 实际杠杆5.84倍。